好 今年選舉呢 當然台北市勝負 大家非常的緊張 很重視 但是除了勝負之外 有些文化 有些選舉的格調 是不是大家也應該關心關心 網路上面的霸凌狀況 在今年真的是很嚴重 而且網路上面來的謠言 也真的多到不得了 我想到目前為止 你不要講連勝文 幾乎就是被霸凌的主要對象了 這個胡志強 也是從網路來的消息 別讓勝文不開心 也是從網路上面的 不知道聽誰說說來的事情 包括連柯文哲他們也說 這個器官相關的這個捐贈 什麼強災器官 也是來自於網路上面 匿名的文章 那麼多的一些網路上面的事情 我覺得最近有一個是MV 這MV最具戲劇性了 方文山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個所謂的才子 它這個MV很厲害 它故意 我覺得它早就知道 網路有這個特性 它先不寫是誰的MV PO上去 網路上面一片叫好酷 好棒 夜店瘋嘛 結果後來過了兩天 一PO 連勝文 朱陽變社 把它的這個MV 罵翻了你知道嗎 需要到這個樣子嗎 其實你知道這首曲子裡頭 它是有提到說 我們要認真的研究證件 然後才決定 所以其實網友一看就知道說 這是一個選舉的歌曲 記憲歌曲 所以大家就在猜說 這個是幫誰寫的 很多人就想說 是幫柯文哲寫的 然後就說這個神曲 很棒什麼什麼的 一說是連勝文 它就黑了 就黑了 你就知道在網路上面的 那種不只是霸凌 而是說在這個群體裡面 藍綠的聲聲勢 是非常不成比例的 那藍軍的支持者 哪怕是年輕人 其實很沉默的 非常非常沉默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面 還是有一些的PO文和活動 你會非常清楚的感覺到 那個點閱率 以及就是說 它用其他的方式 去表示對你立場的支持 跟實際上面發文 去PO文 在你的留言上面 那個是不成比例的 這種我感受比你們深多了 我相信 你說他們會按讚 但是不敢點閱 對 藍軍的年輕太多了 他們不只按讚 他們會拿來不斷的傳閱 轉月 所以我不是跟你講嗎 我所有的唐湘龍的文章 都是我朋友傳給我的 都不是他傳給我的 都是別的朋友傳給我的 對不起 然後他的文章的紅度 我就是看有多少朋友傳給我 我就知道這篇文章 紅到什麼聲音 但是換句話說 相對的意思是說 他在網路上被罵爆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他就被罵爆了 這是很明顯 其實為什麼要罵你呢 這一定的 因為藍軍來講的話 年輕人的特性 都是轉傳就好了 最多最多 最大的支持就是轉傳 就是我們對 他是隱性的 那至於綠的話就不一樣 他會一直去攻擊 一直攻擊攻擊 那剛好這個方文山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種就是縣市報 這種縣市報跟剛剛那個 竊聽是異曲通公之妙 其實一開始是設計 是藍軍 是柯文哲那邊可能去設計 後來在選前被戳破 那這樣的剛好反映出 網路上面的一些 非常非常非理性的事情 方文山也是讓他這個 戳破線情 對 讓這個破線 我覺得這兩個可以反映出來 網路上面的不真實 還有選舉奧博的不真實 其實就是選舉上面 就是這些非理性的人去攻擊 他不喜歡的候選人所產生 產生出來的一些 其實他們都講得很好聽 他們都覺得他們是超越藍綠 他們是要給台北改變 是要讓萬惡的國民黨 要退出去 可是其實不是 完全都是看人不看黨 其實我最近一直在呼籲就是說 我們不要超越藍綠 因為你想超越藍真的太困難 只要超越綠就可以了 超越綠比較容易的 超越藍的境界真的很難的 超越綠就好了 好討人厭的你 好討人厭的 不過這不是其中唯一的案例 我覺得另外一個案例 我看了也是啼笑皆非 就是連勝文去跟 長榮集團的張榮發會面 其實那個會面 大家報紙其實都報得不大 然後就做得小小的 然後登了一張照片 那個照片旁邊 著名叫做長榮集團提供 所以不是連勝文他們自己拍的 也不是連勝文 他們這個陣營裡頭提供的 是長榮集團提供給媒體 讓媒體可以刊登的 網路上還要在那邊仔細的檢討 他們站的位置有點問題 他們這個光影好像 後面的書櫃的狀況不太對 所以這一張是合成照 所以連勝文根本沒有見到 張榮發一切都是吹牛的 因為他們看那個身高的比例 連勝文194 張榮發而且還這樣 對不對 很奇怪 所以他們就用這樣去推測 網路裡面都是這樣 可是連勝文跟柯文哲 兩個去辯論的時候 我也覺得柯文哲長很高 對不對 因為照相本來就會 就會給你做些嘛 有調整 本來就是嘛 但是我講網路 網路這些不負責的東西 太多了啦 而且你怎麼講他 他也不會覺得丟臉 為什麼 因為他們陡在背後 他們是幽靈嘛 秘密 對 所以你看 我們前面講的話 比如說有確聽 他們那時候是把國民黨 把蔡政言 把連勝文罵成怎麼樣 你們就是專門搞這一套的 那時候自由時報頭版 來去採訪黃國昌啊 你知道黃國昌啊 就說這水門案啊什麼啊 你看呢 現在請黃國昌再出來講話吧 就說你不是講 這是類似水門案嗎 那我講喔 黃國昌還是有名有姓 網路那些沒有名沒有姓 他們現在就趕快當作沒有我的事 我繼續在找對象再來攻擊 我繼續不喜歡連勝 我繼續羞辱他 然後我把他的圖做一個翻轉 或是做怎麼樣 然後只要你提出主意 我就說我這是哭手 我這哭手 你們一點幽默感都沒有 就變成這樣 所以這些人是永遠是臉罪的 當然裡面很多也是台大的 是 但我覺得你可以不喜歡連勝文 但是對於像這個張榮發總裁 跟連勝文這張合照 你說他是合成的 那長榮集團已經說明了 澄清了他是真的 為什麼還要用一些 非常難聽的一些字眼 而且對一個老人家來講 很不厚道的字眼 去形容他呢 他先去指一張照片 我覺得這很過分 這一腳 然後那張照片正是為真 他就開始攻擊那個 跟連勝文站在一起 對 很過分 攻擊這個集團 當然這個是 這是我說這一次的政治氣氛 剛剛小董講 柯文哲在公開講 他一定講說選舉要快樂 我們要超越藍綠 可是你看到他所有的語言 只要他承受到 某一些的指控的時候 那種的訴求 都是極端的悲情 而且充滿了語言暴力的 那個霸凌已經是司空見慣了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被霸凌的最慘的 是那個叫趙衍慶的 就是那個科學講 兩百萬要說一個故事 對 就是那個科學 你看他們真的是在欺負 趙衍慶也是台北市長的候選人之一 我說實在 他其實就是在欺負趙衍慶 可能不會上網 那要不是說這篇在網路上面 已經不知道被 forward的 已經多少的這篇文章 後來被報紙給栽錄轉載 而且有媒體去訪問了 趙衍慶根本不知道 他成為一個他都不知道 身世這麼慘的故事的主角 那這種的處理的方式 你無非就是去把 趙衍慶的那個身影放大 他是一個國民黨的被迫害者 然後花兩百萬折出來控訴 然後平常都睡在路邊 這麼可憐的人 我們呢 你們藍軍呢 寧可把票丟給趙衍慶 你都不要去支持連勝文 那種的背後的運作 而你發現就是說 大家找出來的時候 結果發現他是一個台大政治系的 博士班 我不只是台大都會是政治系的 一個博士班 我是很困惑 又是你們台大的 我真的很困惑 最重要是因為他是博士班 我真的很困惑就是說 你的論文準備這樣寫嗎 你的博士論文準備這樣寫 要用很文學性的比調去寫嗎 那不是文學 那是栽贓 那是抹黑 那是利用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處理文字 然後以一個博士班的學生 出來只是親瞄彈寫說 那只是文學性的比調而已 哪裡有這樣子的一種政治的 他捏造這個背景 對 因為他只是看到了那個選舉公報 然後看到了趙衍慶的故事 山東 然後學生 然後路官 然後什麼等等的 就他看了他的故事之後呢 他就去編造他是這個澎湖的時候的 那時候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等等等等的 然後從頭到尾 他沒有跟趙衍慶見過一次面 求證過一次 問過他一次 有人轉載了這位台大 博士班的學生的文章 媒體也從頭到尾 沒有去問趙衍慶一次 結果後來發現說 他年紀就差很多 他如果是以他的年紀 他怎麼可能會碰上澎湖的那次白色 白色恐怖事件呢 所以整個從頭到尾就是捏造的 而且這個還只是一個例子 背後的用心很邪惡 對 又有一個 就是在講到說這個綠媒 他們就是報導說 這個劉毅如寫了一篇文章 批評說中海FDA 對台灣一點影響都沒有 他覺得政府誇大其詞 後來就去查 那發現說劉毅如的那篇文章 根本不是他自己寫的 然後他只是一個 網路的一個匿名文章 只是這個文章刊載的部分 剛好那個畫面上面旁邊 有一個由劉毅如另外的專欄 結果呢 自由時報就以為是劉毅如寫的 高興的不得了 馬上把他拿來說 你看 連劉毅如都批評 這個馬英九政府 我覺得很多事情就是這樣 就是在背後他顏色 那種文章不只網路都有 連自由時報都會有 你到底要有講什麼 我就要罵自由時報 但是我講 我這兩天看一個新聞 前幾天台大學生會 跟校長楊半職 然後跟國光客宴簽約 所以只要台大學生 回去投票都九折 對... 我就想起一個故事 上個月我們還在講 台商回來機票打折 都是買票 那現在台大學生 就公然買票了 因為他是台大的 坐飛機就算買票 那國光客宴給他們打折 就不算買票 因為台大人有理念 對啊 這個夠不夠成 這不夠成嗎 不夠成 他沒有特定的對象 沒有特定的對象 你必須要很具體 裝腳買票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那個要辦意圖不當局 到底是誰 科辦都沒有講任何誰 你們一直跳進來 我怎麼不知道是誰 所以在整個力道上面 將來真的要起訴上面 會有不一樣的這個程度 我們只期待有真相 你要說法律來辦 很難 很難 對啊 我們剛剛就是 我覺得網路這個太糟糕了 每次在談到 就是你要去控訴 台商是不是被動員 它會引起很多政治想像 台商為什麼要花個 來回可能要兩萬塊錢 然後這麼遠回來 投票 我告訴你 我周圍 最近這一兩個禮拜 這種朋友越來越多 是嗎 本來之前是很冷 但是這兩個禮拜突然間 直接間接就說 他決定要回來 他就待一天投完票 就回去 我覺得這種是一種氣氛 很多人大概覺得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充斥了太多這些謠言 所以氣不過 想要用行動 來表達一下 他自己真實的一個想法 而且最糟糕的 就是在網路上 你不管你再怎麼澄清 他那個謠言永遠存在 而且都幫助真實的 來被一直不停的運用著 今天還有哪一些麻辣新聞 今天廣告之後 回來告訴您